上个视频讲到 我自驾贵州前东南的一条县道边上 偶然发现了一座水族村寨 至今为止 该村寨还需要靠轮船才能进出 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进出村庄的交通方式 出于好奇 我跟着一位大哥去体验了一下 上岸后 在村子里面逛了一会儿 认识了两位正在织布的阿姐 由于这雨越下越大 短暂的停留 我决定离开这里 可是我是第一次手拉船 又下着大雨 还要招呼二狗子 看着碧绿的江面 难免会感到恐惧 其中一位阿姐看出了我的犹豫 决定冒雨送我过对岸去 在大雨的浇灌之下 我和狗子成功变成了落塘鸡 和阿姐临别时 我决定拍一张照片送给她 不过这雨越下越大 阿姐也着急回家 拍完这张照片后 还没来得及送给阿姐 她便离开了 不过我已经承诺要送给她了 于是等到天晴之后 今天再给她亲自送过去 现在已经到了 就这个地方 OK 就是这个碧绿的江面 对面就是有十来栋 这种老房子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这样看过去 不过在去之前 我得把我的照片打印了 还需要用到我的电脑 好吧 现在照片已经做出来了 准备开始打印 OK 咱们坐轮船去了 慢点走 我去 安妮 你是怎么上去的 嗯 啊 我还没上来呢 不拗 哎 no 安妮 慢 就在上面 我把你拉过来 我刚刚 还在那自言自语的说话 这两个就自己上轮船去了 哈哈 啊 安妮 伯妞 上 好 我踩住 我还要拿相机 哎呀 哎呀哎呀 走啦 伯妞 上去 上 上 跳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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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货啊 喝吧 喝 喝吧 喝吧 渴了 居然喝起姜水来了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是真的不挑剔啊 喝吧 安妮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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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喝牛 走了 感觉累死我了 不就划个船吗 这都不叫划 拉船 汗水啊 好多呀 慢 我看 大姐 我又来了 那个大姐在不在啊 她在隔壁吗 我说我给她做了一张照片送给她 你看一下嘛 哦 那么好看哦 嗯 我给她做了一张照片送给她 她在隔壁哦 嗯 你的照片 阿姐 我录过呢 我就给你送过来了嘛 哎 哈哈 收多啊 昨天拍的不好 下着雨 拍的很匆忙 哎 收多 谢谢了 哎 谢谢了 哈哈 我要谢谢你了 哈哈 你喜不喜欢啊姐 喜欢 喜欢 拍的不好啦 我管超多的 没漂亮啊 你们 哈哈哈 漂亮哦 你看你站在这个村子 这里挺漂亮的 嗯 漂亮 是吧 只是拍的很紧 很快 当时那个姐送我过去的时候 我下着太大的雨了 嗯 谢谢你 你大多的 谢谢你哦 谢谢你哦 哈哈 还来不做点吗 啊 还来不做点吗 我喝口水吗 喝口水啊 啊 喝口水 喝口水我就又要出发了 哇 你自己抓的鱼啊 哇 你自己抓的鱼啊 我自己和我的田抓来了 做 稻花鱼啊 你把他种 在这种那么多 哇 塞 这么多道话鱼 哈哈哈哈 自己本地比的 我把田的摇来 啊 你出来 我们的开水了 我们都是凉水的过来 可以凉水可以 我好热 我现在满头大汗的 满头大汗 我刚刚在那边打印照片 啊 加点水吧 我们热的水好干净哦 啊 可以可以 我喝点水就行了 阿姐 要开水也得 啊 来 温水 温水啊 嗯 可以可以 我喝一点就可以了 谢谢阿姐 谢谢 谢谢 听话 坐 别乱动哦 听话 坐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满头大汗的 好热 可能是昨天淋鱼感冒了 啊 可以的 哇 昨天 老米咋咋咋咋咋的 坐好啊 乖 听话 嗯 啊 他家的稻田鱼应该就是这里啊 就是这个田里面的鱼是吗 哦 我觉得这样的画面真好 哇 哇 这鱼真好 真好 真好 这个是你们田里面全部的鱼了吗 阿姐 嗯 就抓的全部的鱼 嗯 我抓了 那你把他抓起来干嘛呢 吃啊 那来烟 烟 嗯 做烟鱼啊 嗯 哦 这样 哇塞 我感觉这个鱼好好 我真的 真的 你们这边的稻田鱼真的很香 很好吃 非常香 很好吃 完了 你们懂的 哈哈哈 这是要杀鱼吗 啊 鱼杀 哦 拜拜了 你们 对啊 拜拜了 再见 哦 有杀鱼啊 那我杀鱼啊 哦 辣椒啊 辣椒 嗯 那个糯米啊 腌 腌三个月 两三个月啊 两三个月 那你们这个卖不卖呢 卖嘛 我没得卖 我搞得起了 你们 你们家里面有没有那个 就是 酸 酸汤 那个 酸汤嘛 我们一起酸汤吧 有啊 有啊 你可以卖一点给我吗 你们够不够吃 够吃哦 你们想要的嘛 要的 你可以卖一点给我吗 卖也不可以嘛 那你卖也卖也 你要好多 要紧 嗯 你有多少 你看你能拿出多少 我买一点 啊 不用不用 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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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一瓶我买呀 我反正我不能白拿嘛 啊 我想 嗯 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个酸汤太好吃了 一瓶好吃 哦 对啊 我觉得你们酸汤太好吃了 我 我就 我就买买一点 好吧 谢谢 你咬好多 咬这个瓶吧 啊 咬这个瓶 咬了好多 这个吗 我咬这个 啊 这个够吗 用一个桶做的吗 嗯 哇塞 这么多 嗯 有 有 哇 这么多呀 嗯 这边的坛子全都是吗 这个是酒的 哦 这个是酒啊 嗯 哦 米酒 米酒 哦 这个是酸汤 嗯 这个酸汤 哇 真好 哇塞 我就是这样闻着 好香啊 啊 对啊 好香 我一闻到我的食欲就来了 他们说 胃不好的人 不能吃太多酸的 但是你们不知道 我越吃这个 我就觉得 我胃口好好哦 哇塞 哇 真的 这个酸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个酸就和他们的那些酸完全不一样 不是一样吧 不一样啊 这个酸好 很 很 他们自己的辣椒和番茄 太棒了 嘿 我给你 大姐 你看多少钱 我给你 你看 你看一下多少钱 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 那 我给你五十吧 好吧 给你多 大哥 我走了 来 阿姐 你拿 没养那么多 哎呀 你拿着嘛 你这个是好东西啊 我愿意给你这么多 五十块钱 我还感觉给少了呢 五十块钱 没养你钱 刚好是吗 哎 必须得给 这个必须得给 很好吃 我觉得 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就买了 没事 你们这是自己辛辛苦苦做出来的 哎 这个不一样 我下次再来的时候 你再送我吧 好吧 哎呀 走了 来你走 下 走了 走了 那我走了 走了 我从那边出去吗 从这里好走一点 那走了 阿姐 走了 嘿嘿 拜拜 拜拜 走了大哥 走了阿姐 走了 以后再来 拜拜 我觉得这次阿姐 他们 辛辛苦苦种的 那个番茄辣椒在地里面长出来 需要很久的时间 量制也需要很久的时间 所以 他说送给我 我也 没要 我就坚决说买 因为我知道这东西 这种非常原汁原味的 就是实在不好找 而且不容易 所以我就 多多少少负他一点 这样呢 我觉得心里面过于的去一些 我现在又要开始做 这个渡轮了 对面有人要过来 你们好 你们接孩子放学啊 哦 哎呀 哎呀 给你们踩着 来 哈哈哈 要不要过去 我要过去啊 走啦 我自己拉吧 我自己拉 拜拜 跑了 谢谢 走啦 这种感觉真好啊 我跟你们说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旅途上面呢 有朋友说让我多拍点风景 这就是风景啊 人文家风景多好的 多好的旅行的意义在里面啊 我要慢慢拉 慢慢的享受最后的这一段旅途 然后我又要离开这里了 拜拜 来 有人说让你拉一下 呀 呀 算了 别拉了 好吧 咱们视频就带你们看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朋友啊 记得点个赞 关注一下吧 拜拜 哈哈